一觉睡到上午十点钟 昨天晚上旁边的房车唱歌到凌晨两点多 赶紧起来收拾收拾换个地方树药 车子正走着 突然一表盘上的故障灯亮了 是不是车胎被砸了 拿出我的车载冲气棒检查一下 原来是右后轮的胎压过低 只有1.6 胎压过低会导致轮胎损毁 赶紧冲点气给它 感觉你这车上啥都有 是 你这些都是路上能用找到东西 这不用找车胎垫的 自己都搞定了 你们走都是不会走高速是吧 我们一般不走高速 高速还要收费 再说你看下面的路这么好走 你还可以随时停下来 更自由在这边 对 这是看见路边有一户人家 刚好车子上的水快没有了 我们去问他要点水 小伙子非常热情 把我们带到院子里 院子里种满了蔬菜鲜花水果 临走的时候 小伙子给我们从他的后院 摘了很多吊死干杏 这个杏是新疆的特产 特别甜 带着车顶帐篷 自驾游的好处 就是当你在一个地方停久了 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家 随心所欲的 搬到另外一个让你感觉到 身心舒适的地方去继续生活